哈啰 事情是这样的 我刚刚去弄完头发 所以就 不录一点东西 真的是太可惜了 但是要录什么外 我还没有想好 所以今天呢 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不久之前 刚读完的一本书 叫做Essentialism 如果觉得这本书 真的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今天我就会跟着 我的读书笔记 来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这本书里面 学到的东西 Let's go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时刻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用的金钱跟时间 是不是用在一个最正确 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我把现在这些时间和金钱 投入在另外一个地方 会不会比现在做的事情 给我带来更大的效益 还有回报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 有质疑的话 这样我觉得 这本书Essentialism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在书里面 作者就把人分为两种 就是 Non-Essentialist 还有Essentialist Essentialism 就是指我们把 时间、精力和金钱 都放在最最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去做 书中一开始 就有提到一个理论 叫做The Paradox of Success 作者发现 当我们越有成就的时候 就越容易去分心做 其他不是必要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出入职场的时候 表现出色 就会很多人觉得 哦 你有很有能力去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 就会给你更多的Option and Opportunities 当在Option and Opportunities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导致我们的精神和时间被分散 我们很难去装住在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 OK 现在 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掉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啊 首先 第一点就是 太多Social Gradual了 尤其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 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 都很容易被别人的眼光影响啊 就会有太多不同意见了 这种现象称为Opinion Overload 就是太多无关紧要的人来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意见 打致有时候我们都忘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犯 而把这个决定权去交给人家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有机会就要去争取 这时候呢 最糟糕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Multitask 就感觉哎呀 这个这样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不抓着他 我就是放弃了我的前途 哎呀 一天有24小时 我这样努力的人 我肯定可以Multitask的 但是 其实我们的确可以Multitask but what we cannot do is we cannot multifocus 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做取舍的话 最后很大可能两头不到案 什么都有做好跟做 所以了解了Essentialism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就要看 怎样去称为一个Essentialist 要称为Essentialist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就是 Explore Eliminate跟Execute OK 第一个 Explore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句话就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is to figure it ou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K 我们先不要去想以后明天未来 我们先去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Non-Essentialist常常会忙到 已经没有时间去好搞想什么是对自己最有益 看到人家讲什么书好就去读 看到人家讲 低音这样很重要就花时间去打扮 看到人家讲物质可以赚大钱 就立刻去学股票投资 然后最后最后你可能会发现 离你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是很远 然后你还是会觉得生活没有再变好 所以书中就是讲 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去Explore 我们所有的Option 去看看哪一个是对我们最有益的 OK 当我们Explore了我们有的Option之后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以Multifocus 这样子现在我们就要Eliminate Eliminate掉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说我提到一个东西叫做 Sun Cost Bias 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了越多之后 我们就会越难去放弃它 因为我们之前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加上我们常常会高估我们拥有 而低估我们所没有的 在一项实验中 他们向两组学生展示同一个杯子 问A组学生你们愿意用多少钱去卖这个水壶 然后他们又问回B组学生 你们愿意用多少钱去买 刚才这个是卖 然后现在这个是买 OK OK 然后注意啊 在A组学生里面呢 他们的mindset里面 这个杯子是他们的 他们的他们要卖出去 然后在B组学生里面呢 这个杯子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要买 OK 然后实验结果就是 拥有这个杯子的学生 他们愿意用5美元以上的价格去卖它 但是另一组学生里面呢 他们只愿意以低于3美元的价格去买这个杯 所以这个就很好的解释哦 为什么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算我们做到一半发现 哦这个不是我很想要做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其实不是我最主要的东西 我们也很难去放弃它 因为我们之前投入的时间跟金钱 已经拿不回来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狠心咯 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个洞里面的时候 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挖坑 就是不要再把时间跟金钱放进去了 如果你觉得它不重要的话 然后如果你真是不知道自己 要不要eliminate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 如果我现在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还会不会投资在这件事情上呢 如果我现在放弃的话 我又可以把这个时间和金钱放在什么地方 先不要专注在我可以做什么去填老模时间 而是去思考啊 我可以不做什么 才能让我更多时间的去做其他重要的事情 OK focus focus 最后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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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要成为essentially 这我们的步骤就是execute 执行 当我们eliminate了不重要的 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后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 去让那件事情做起来尽可能简单 我们常常会靠自力去逼自己做某件事情 但是其实自力是会耗尽而且需要精力的 作者让我们把要做的事情设计的尽量简单 好让那件事情做起来是很容易去执行的 例如你想要吃得健康吗 这样也就提前把水果切好哦 这样一来我们要做的那件事情 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 也不会让我们一开始觉得很麻烦 然后就不想做了这样子 就是我 所以当一件事情越容易去执行 越容易去完成的时候 它就越容易会成为一个习惯 而不是变成你要逼着自己去完成的一个任务 一个task这样子啊 总而言之呢 Essentialism就是指我们把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如果那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勇敢去拒绝 勇敢去放弃 然后要成为I choose to do something 而不是I have to do something的人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and comment OK 然后我们见到影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